从汉后大树变成帅气王子,好爸的进化简直是完美 好爸一族从出生起就有一颗月光种子 种子发芽后晒一个月的月光 等到花开,把它吃下就能进化了 进化的结果是未知的 有的只是改变颜色,有的会改变体型 而有的会完全变成另外的模样 好爸的进化就是最后一种 他每天晚上晒月光花的时候还闹过一场乌龙 有天晚上他醒来发现月光花被人摘了 而自己的脸还有莉莉花的鬼脸 经过大家的一番排查 没想到,见识好爸自己太困 误打误转,把月光花吃进肚子里 好爸看见自己的尾巴已经发生变化 才终于相信西洋洋的推理 后来好爸学习独属自己的喜悦 便出四个分身 当开始分身们都很敬重他 可看到他特别害怕被莉莉揍弄 便觉得他根本没资格当老大 于是分身们逃到不同的地方 搞出各种破坏 害好爸被一堆人指责 在暖洋的帮助下 好爸很快抓回三个分身 最后一个分身逃跑的时候遇到了危险 莉莉用呼啦呼啦喇叭花变得很巨大 由于不适应体型所以站不稳 马上就要把分身踩扁了 暖洋先顶了上去 好爸及时过来撑住莉莉倒下的身体 他很想拼尽全力 可尾巴突然有异样 导致他使不上力气 还突然晕倒过去 莉莉巨大的身体轰隆倒在地上 突然莉莉感觉自己的身体 慢慢的被什么东西支撑起来 原来大家并没有被压扁 只见一道刺眼的亮光中出现一个帅气的身影 分身们投来崇拜的目光 暖洋迟疑了一会 才认出这就是进化后的好爸 你这是成功计划了 好像是的 好爸的实力也变得更强了 自己就能把巨型的莉莉浮起来 经过这场危机后 分身们都心服口服的认同好爸 暖洋祝贺好爸成功联成分身法 西洋下的两人竟然莫名的般配 由于好爸提前吃了月光花 所以现在只能在七月高速运转的时候 才能变成进化的样子 不然让其他人也看到这份帅气 好爸对自己使用了想象法 真是可爱 在第四个阶段赛中 好爸和飞扬分配到抢凳子游戏的房间 飞扬用增重枪控制好爸 正想做凳子 却被两只手横空拎起 原来好爸使用了分身法 还变成了进化的形态 大级剧的团战中 进化后的好爸 还有一句单独的台词 一不小心就被他帅到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